心中,在那儿,没有人认识你 你的儿子伊和纳顿,出自你的亲身 你因为你的儿子,创造了人类 虔诚敬奉阿顿神者 神使其子永活于真理,并使他永生 现在,我们进入图坦卡蒙展厅 我们看到的是图坦卡蒙金面具 它是由纯金打造 约记用了11400颗黄金 这是一个稀有的精品 同时也可以知道当时王国的物质极其丰富 而且工艺十分发达 这是阿蒙的棺木 也是由纯金打造 里面还发现了另外一个棺木 这是发现的第二个棺木 装饰制品 神圣水帘和鹰在它的上方相依而坐 象征权利 同时我们还看到其面部已经处理过 类似其他的法老 其双手紧握权杖 置于胸部 象征继续拥有统治权 这是金王冠 我们看到其环绕一圈装饰丝带 呈深红色 同时看到象征在上下埃及拥有权力的 神圣水帘和鹰 这是一个有活动盖子的花岗盐箱子 已经用金水浸过 是在图坦卡蒙的棱木中发现的 这是图坦卡蒙木箱 装饰制品 我们看到四个神环力四周保护着图坦卡蒙 这几位神依次是赛莱克特 纳弗提斯 伊西斯和乌尼特 这是一架漂亮的战车 金碧辉煌彩带环绕 这是金色宝座 两阴环力 威严可不 这是金床 两边有哈特侯乐神 以黄牛的形象环力 这是装饰的珠宝箱 上面绣有国王的图像 他正乘车与敌人厮杀 这是金胸挂和宝石 这是先由漆而后装饰的太阳传模型 这是国王 以其所崇拜的神的形象出现的画像 神在另一个世界保护他旅行 就像白塔哈和奥祖里斯一样 这是花瓶 瓶风 在其死时的陪葬品 一同陪葬的 还有其在另一个世界将要用到的一些东西 这是一个类似象棋的玩具 同时一起陪葬 因为他希望在复活之后带着这种玩具同归 这是在白土里米时代归来的 布图祖里斯的装饰棺木 上面会有42个神圣的标志保护尸体 还有以象形文字书写的诗歌 在法老的习惯中 有在棺木上书写象形文字诗文的习惯 以保护王者的灵魂 在法老的习惯中 现在我们正开往老开罗的科普特博物馆 现在我们开始参观建于1908年的科普特博物馆 该博物馆由赛米卡巴沙筹建 1948年扩建 这个博物馆包括几个科普特艺术品展区 自公元300年到公元1800年间的历史及其实物 这些展品展示古代科普特艺术的最高成就 这个弓形是在上埃及的圣徒 爱普勒的家里发现的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六七世纪之间 我们看到弓形的底部是耶稣儿时的情形 十二圣徒围绕着耶稣 弓形的上部是耶稣坐在宝座上 梦境的四大使环绕着基督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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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画上记录着耶稣头戴花冠 有两个伸着翅膀的天使护送的情景 爱勒米岩主教的修道院在六七八世纪已称为萨卡拉尔著名 科普特的主教们认为 纳弗尔尔斯 麦卡勒尔斯都十分的著名 这是天使之手 米卡以来率领军队的情景 在这里 我们看到基督的画像 他坐在王位上 他的右手被赐予吉庆 左手拖着打开的新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圣徒安巴安图尼尤斯和安巴保罗在东部沙漠 乌鸦为他们咸来面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我们看到的画像是一个金盘子 放到施洗的约翰的头上 这里我们看到新约柜 这是一个木质相迎的柜子 装饰以各种花显现出精湛的工艺 这些木质相迎的柜子 这些木质相迎的柜子 我们将继续在旧埃及城区参观 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是埃及最古老的教堂 即玄空教堂 这里是举行宗教仪式和祷告的地方 这座教堂建于公元三世纪末四世纪初至今已经多次修缮 该教堂宽18.5米高9.5米 玄空教堂包括公元六世纪和八世纪的画像 玄空教堂在科普特教堂的历史上发挥了主要的实际作用 玄空教堂 这是大主教从亚历山大移居福斯塔图之后的居所 大主教凯勒斯凯迪鲁斯的时期 大概是1039年到1070年期间 我们前往城堡区去参观一些清真寺 开罗被称为千塔之城 因为宣礼塔十分之多 其中最著名的有爱兹哈尔宣礼塔 侯赛因宣礼塔等 穆罕穆的阿里清真寺因具有一个大拱顶而与众不同 它拥有一个漂亮的宣礼塔 同时我们发现清真寺的墙壁上有大理石镶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真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真寺 现在我们前往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包括不同时代的古老展品 以及法图脉 安游布 阿巴斯等时代的书法模本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绝无仅有的书写在羊皮上的酷法体古兰经 可以追溯到公元八世纪及伊利二年 该本本是在上埃及的一个兵叫白和纳萨的镇上发现的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马尔旺 本穆罕默德陵墓旁边发现的这个青铜壶 它是由沃玛亚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 这个壶因装饰和雕刻与众不同而成为萨三艺术的代表 这些青铜壶在伊斯兰之前的伊朗很普遍 阿巴斯王朝埃及长官伊本·盖苏普至努比亚国王的信 他把事情的经过写在植草文件上 这封信于1972年公诸于世 这里展示的是在埃及、伊拉克和伊朗出现的陶瓷制品 这些壶是彩绘的 装饰有各种树叶或果实图案 十分精美 在博物馆的墙壁上有许多牌子 上面记录着当时民众的日常生活 如它唱歌、跳舞、狩猎等 在博物馆中我们还看到活动的凹壁的模型 样式和鲁根叶凹壁、纳福斯凹壁一样 另外在埃兹哈尔清真寺内也有类似的凹壁 我们畅扬在伊斯兰艺术的殿堂中 尽情欣赏那些完美的玻璃制品 其中有19个宜字哈桑国王清真寺的玻璃 至于一些相应的铜制品 其中有伊利728年纳塞尔穆罕默德制造的铜椅 并在高盘上用库伐体、藤钞体和三一体书写 并记录着制造者的名字 穆罕默德本森格尔巴格达 这里还有用银链装饰的铜竹台 上面雕刻有制造者哈吉伊斯梅尔的名字 以及设计者穆罕默德本弗图哈 这件艺术品可以追溯到公元13世纪 及伊利7世纪 至于木质演讲台 博物馆中保存着纳塞尔穆罕默德的女儿 塔塔尔女王的演讲台 演讲台由门、阶梯、座组成 两侧有花棱 下面是木板 另外还有部分象牙装饰 这些木质花边形态各异 同时配以其他各种材质 可谓溢彩分成 至于古兰经 博物馆中收藏了很多版本 其中最主要的藏本 可以追溯到曼姆路克时期 至于木门更是形式繁多 单门的、双门的都有 其中最著名的算是 尤瑟夫·凯玛尔 国王时期的木门 该门由两扇组成 上面配以各种新型图案 每层新型图案 在这些陶瓷艺术品中 有的在曼姆路克时期就已经出现 其技术是采纳的十四世纪 即伊利八世纪当时中国的流彩工艺 至于花纹装饰 出现非常精美的喷泉形状的装饰图案 上有凸起的座 并做成鱼鳍的形状 这些花纹散发着金属的光泽 至于天文工具 如风标、星盘和斯文仪等 早已在伊斯兰地区广泛使用 特别是奥斯曼时期的风标 上面会有科尔白的图案 可以很容易的确定迈迦迦地区的朝向 至于宇宙球地 是由铜、木两种材质组成 并有固定的座 星盘也是由铜制造 这里的星盘用银装饰 并写着土耳其苏丹 巴兹德的名字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486年 其设计者是什尔瓦尼 开罗是一座历史名城 有众多的古迹和迷人的风景 同时也是国际贸易大都市 各个行业都十分发达 如文学、科技、艺术、体育等 现在我们将从下埃及前往上埃及 去参观举世文明的一些神庙和帝王陵墓 其工程之浩大 难度之高 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现在开始参观 距离开罗670公里的卢克索 尼罗河对埃及至关重要 它是埃及人的生命 也是他们成功的源泽 埃及不仅仅是尼罗河的馈赠 也是对埃及国民的馈赠 尼罗河在为其流域国家提供水源的同时 也成为主要的运输水道 许多旅行计划在尼罗河上进行 从卢克索到阿斯旺之间往返 在去卢克索前 我们先参观一下旧王国的首都法尤姆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古埃及人制造的 用于农业灌溉的水车 这种水车设计精巧 构思独特 提高了工作效率 充分体现出古埃及人的聪明才智